下一套是莫菇蟲 都想像不到 其實它會是 我覺得屬於黑馬 高人氣,好看 其實動畫工房前面 兩鬼都做過這類四格外片 但人氣這套應該是最高 接著我們要說 就是月刊少女野奇 君 我不會讀錯名的 這一套 其實我不知道 大家怎麼聽 但我這樣說 這類型的 原本四格也好 其實它是不是四格 我覺得它營造一件事,營造得最成功的就是 它的角色塑造真是很立體 每一個角色你都覺得它有些不同 它有自己擔當的 擔當的位置 在劇情裏面 不論是主線裏面 在野奇底下的野奇班子 它裏面的這個 首先就是 主筆就是野奇 然後座倉就是 塗黑 然後學長就是背景 余子柴就是效果 然後再加上 就是籃球部 那位 就是網貼 其實整個班子 有看過八萬的 還有責任編輯 我責任編輯那些不算 整個班子裏面其實是齊齊人的 而且全部都是他的同學 當然我懷疑野奇 究竟有沒有付錢給他們 我相信其實是沒有 應該沒有 我們還要看 結月有負責唱歌 令其中一個位置 是睡得著的 那結月不算 在那個野奇班子裏面的一員 而你說這裡的就是 他們每個人在一個 一個角色定位 在一個漫畫裏面 他的角色 有一個分工 在一個分工過程裏面 有自己的定位 而在劇情上 其實每個人其實都是擔當著一些 你可以說他是影射著 就是野奇他畫 這套 他自己這套 少女漫畫裏面的 一些角色的靈感 其實這個漫畫家是很廢的 他每個新的角色 每個現存的角色 都有一個真實的人物 去做reference 所以如果他所有事裏面的人 其實都是取材於他自己身邊的人 最簡單就是 一般幫他畫野人 而野奇君就是 因為他在這個少女漫畫界 被稱為 master of 月女心 他是一個月女心的大師 但其實他是一個 木頭木老的人 因為他的觀點 他的觀點 其實這套其中一個主意就是 將一些少女漫畫裏面的 一些很典型的橋段 擺出來 而這些橋段 有些擺出來 當然如果用現實的角度來看 你會覺得很搞笑的 但他另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當然不得不提 首先就是 在裏面我可以說 是屬於第二男主角的 余子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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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子柴是作為一個 在漫畫 即是被野奇在漫畫裏面 定義為一個女主角的角色 媽咪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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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輩叫他就是 媽咪 然後就 變成四個字 不是 而這部影片裏面 余子柴的角色就是 一些很對白 你會覺得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講一些漫畫才能說出來的對白 而那些對白是一個女角色講的對白 是一個型男 即是他裏面屬於一個型男 的角色裏面去講 即是他講那一刻 而有趣的地方 他講那一刻絕對不害羞 但是他講完之後 講完之後他會覺得不行 我接受不了 我受不了 即是另類的專家 而余子柴也是一個 二次元生存的人 應該這樣說 你不能說他是一個差 他是一個很想適應三次元 然後他採取二次元的取材方式 去應付三次元的事情 即是走錯路 這叫做 由以前的平面畫 對面三次元的figure 這種叫型男渣 即是在各個劇情裏面 你會看到就是 無論是去一些聚會 或者是聚會 像聖典一樣 很多時候 他的各項知識 是來著玩Gail Game的時候 不是所有角色都應該穿這個浴衣嗎 浴衣 不過其實我覺得 在搞Gail Game的劇情裏面 我最喜歡當然是有田這個故事 有田很厲害 有田生存 我覺得那集是 在整個 整個季裏面 我最喜歡看的是那集 野奇和余子柴他們在玩Gail Game的時候 應該是十條回憶 然後他就說 開始攻略不同的女角 那集很有趣就是 野奇君就是 他用他的 自己的知識 少女漫畫 少女漫畫 少女漫畫的角度 少女漫畫 而是很投入地就是 第一輪的故事裏面 他會說 改了做馬美子的名字 然後他就把所有男角拒絕 原來 然後他告訴他 當然拒絕了 馬美子 應該屬於 屬於他的漫畫裏面 那位男主角 那他在說什麼呢 然後不停在那裡 用不同的角色 也都是 野奇說 突然說 為什麼攻略這個角色 因為網上的蘋果說 這個角色的故事是最好的 就是很多這些 有些是 很理所當然的東西 但是他 在野奇君做出來 那一刻 其實是會做到一個笑點出來 當然你說最爆的一點就是 最後就是 柳田這個角色 因為 一直以來密密付出 密密加雲 無限支持男主角 最初 余子柴又說 野奇 你這樣玩不行 你要有空去找男配角 他就會跟你說 那些情況 譬如說 你跟不同女角的 你跟不同女角的 深深度現在 去到多少呢 但是他好像變質 然後他又發覺 咦 因為野奇最初的感覺 這些這麼興奮的人 信不過 不是啊 主動走過來 結識你還給錢 你一定是奸 大哥 但不是啊 他後來好像 跟那個 男配角 好像變了 這個 故事就是 故事那個位 其實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最後就是 他們看到他 哇 為了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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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他三年的寶貴的學員 精進 進攻了給男主角 就是為了讓男主角 可以抽到女 然後他們就 然後他們就 再發覺 不行 我們要為有田君 畫一個屬於他的愛情故事 然後就是 開始去研究 在這三年的故事 三年的生活裡面 對有田最重要的角色 是誰呢 然後他們就最後發現了 就是男主角本身了 一片基情的漫畫 就算是誕生了 沒錯 但你會覺得 你有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 他沒有脫離了 少女漫畫的本質 就是有些男角 你會覺得 他們友誼是好 到他們已經是結婚了 但其實很反現今的傳統 現今的傳統 就是這幾年開始的東西 現在很奇怪 現在就是 當你發覺那個 男配角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 男配角是可以攻略的 男配角 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了危良 各種各樣的東西都會有 不是 都會覺得 男配角完全空氣 他不會幫你男主角的女生陪陣 他純粹是搞笑逆 變成了 而其實你會看到 裡面也有很多 其實少女漫畫的 我不是說他畫漫畫的時候 他故事裡面有很多少女漫畫的情節 就是一些誤會的東西 但他將這些 叫做什麼 愛情元素的誤會 就變成搞笑的誤會 就好像一開始 大家都不知道 有這麼多人在幫野奇 在畫漫畫的時候 拿些文具出來 然後就好像 學長和座倉 他們說 他們發現大家原來有畫的時候 就是三國富 就是三國富 然後就發現 原來你就是這個 你就是三國富 然後就被其他角色 被其他的人誤會了 然後就說 蛤? 原來三國富 打開話題 所以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是很多這類型的 王子 Kashima 是很有趣 一則我錄到 又誤會了 每人錄到的角色就是 美型女 美型到好像美型男一樣 他根本就是當他一個男角 那樣玩 你不覺得骨頭當然是男人來的嗎 就是 又夠高又帥 你看他鎖骨 有時候你說夏天鎖骨 整個男人是這樣的 不像女人 所以裡面你說 因為每個角色 都會被一個角色吃住了 他肯定會有個死穴的 其實在這裏 其實那個數字上 雖然他那幾個角色的設計 是各有各特色 但是他們是做出一個錯摸出來 就是說 雖然各個角色的樣子是這樣 但是其實原來內心 是完全是調轉了 所以令到情況變了張反 而他所有角色有個特色 他的角色不是完全的脫線 他們是每個人都保留了一部分的地方 他是一個正常人的思考 即是最後的人性 你可以這樣說 你所有角色的就是 那次有一點就是 某一個角色 在某一個時間點 或者某一些事件底下 他是保持一個正常人的觀點 他不是有一個固定的角色 可能你如果看一些其他四個媽媽 可能是座瘡永遠都會保持一個最正常人的角色 就是他看這些男人在發神經 但是裡面其實無論野奇自己多脫線都好 他自己都會在某些時候 好像一些少女漫畫情節 好像踩單車一樣 其實是不可以煩化的 其實是不可以煩化的 在少女漫畫裡面都不可以 每個人都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正常人的水平 知識水平 或者一些倫理的關係在裡面 而顯出出就是說 整個故事裡面 你不會知道突然之間哪一個脫線 不會好像其實很多四格漫畫 因為他每個人都有脫線的機會 在那個四格漫畫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這些角色固定了之後 其實你看第一格 你已經知道 然後第二、第三、第四格 究竟是哪一個會發傻 哪一個會做一些傻的東西在裡面 但是這一套東西我覺得就是說 有時候你有些你猜不到的 有些真的會 或者突然之間穿插另一個角色出來 再起一個化學作用 其實在這一套東西裡面 其實歸功於最強的 我覺得是在角色塑造的方面 但是這個其實是他本身原作已經現存的效果 其實跟動畫的處理器 固然 是沒有什麼作大的作用 因為如果大家看回他的漫畫 他那種四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他那些四格 他那些四格的處理就是 其實他都是照去一個故事 但是他是一版有四格 其實有很多小故事 但是那些小故事是連貫成為一個 當下的一個event 可能他剛才說的那一句話 就是那四格 所以其實大家看他沒有的gag 其實就是一版一版 所以其實他兩本大概就是一集左右 做出來的效果 所以整件事 他不跟老夫子那種 就是這版的四格 和下一版的四格沒有關係 其實不是的 這版的四格 會接著會接著第五六七八格 接著接著九十十二 整件事不斷地去 所以他用來做動畫 是很容易去做 其實他是有連貫性 不像一般的四格漫畫 不像傳統的 我們理解的四格漫畫 或者這麼說 其實四格漫畫本身有一件事 就是他很難去創造一些 本身可能因為角色 其實你看很多的四格漫畫 是一些固定的 就是某一個角色出現 他一定會搭另一個角色 因為他很難去營造 就是每個角色和每個角色之間 再創造一些化學組合 而《語行少女》這一套 當然是原作的問題 他裏面其實他做了很多 就是他把所有角色混合在一起 所有角色都是認識大家的 其實是 他有做到這件事出來 就是你看到不同角色 他加在一起 你不會覺得 他們好像是牛頭不搭馬嘴 好像不應該認識 不會突然有個人出現 應該說他們認識 就是認識第一部分 就是可能 杰宇適合千代 千代是喜歡的東西 其實他不知道 是千代是幫人贏的漫畫 就是大家可能有幾個 身份物職業的崗位 但是可能就知道一部分 那說話可能有時候 說有一部分 難得你一部分 就是可能 若松和杰宇說 我什麼 我說你那些 很閒陣 等等 哪些歌好聽 但他不知道原來杰宇是 那首歌作唱的 就是 這個會不會變成搞笑 而這個其實另一方面 就是他叫做配對 你可以說 其實裏面的配對 其實是很明顯的 但是你又不會覺得 就是因為始終他拿一些 他又 套東西裏面沒有拿很刻意的 拿一些少女萬一前年的落落 當然他裏面 因為本身加了很多 搞笑元素 在裏面 但是你會見 另一個成功的地方 就是你會知道 就是 好像學長 對 六島 六島 其實是很關心的 其實他是 就是很關心他的 而 另外的就是 若松同 和賴美 兩個其實 他們是一個 歡喜冤家形式的 一個組合 就是你會見到 每一隊都有這些 這些 是女子柴母 對 是女子柴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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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說服力的 發言 大家對這麼多 配合之中 那個感覺 有沒有說 哪些 最深刻的 那些 我又覺得 他有一件事 做得挺高的 就是 他是完全沒有刻意 去營造過 他們有愛情的感覺 嗯 但是你會覺得 他們應該是一對的 你會反而有期待 到底何時 在哪一個 很少可以在四個 曼謀道理會有這推進 但他一穿上了這套 就會完 完不完就很難說 但你會期待這件事情 因為他越揭得多 大家的關係 那些網 越揭得開出來 其實事錯碼 也做不到 不是 你可能會崩潰 其實 像藥蟲一樣 若然他知道 星惡部 他可能會崩潰 就是同一道理 等於我們剛才說過有個文具get 就是他們三個南國 下雨去了野奇的鼻羽 關星就是下雨 第一件事先放下一些東西 各自放下一些什麼 戒刀文具 放下一些漫畫文具 大家直接收起來 還有一件事是好的 我起初都很怕這套東西 會說很多關於寫作 漫畫的時候的一些 技術的東西 但是他幸好在十幾集中 都沒有說特地說得太有 我們都蠻害怕的 其實不是的 其實他是有說很多的 他有說透視 他每集都滲透了一些畫 很多人說 好像其中一集的野巧 學長說他 自己畫背景 然後加個箱 而他在諷刺 其實他在諷刺一些東西 如果你有看少女漫畫 那些 其實有時候你看到一些高度比例 是真的不合 不是的 很多畫都是這樣 突然之間 你看一些角度分鏡 最不合不是有田春船 不要理解了世界的問題 而這套東西 我會很喜歡看的原因 他是每一集都有說的 但他每一集都不是刻意 刻意說我標榜這個主題 去說這件事 他每一集都融入了 在他的生活裡面 這個 當然 而他這套東西的總之就是 野奇根本 他這套漫畫能夠成功 是因為他身邊有這麼多奇怪的人 他才能夠成就 他自己成為一個 少女漫畫的月女心大師 不是的 他自己都可以的 譬如說那三個男的過夜 他任何東西 全部都可以 老寶由男變女變回 男美子他們的女子對話 或者這麼說 野奇去觀察一些東西 有一些獨特的看法 例如叫三個男一起去睡覺 我想看你們 模擬你們去旅行時候 晚上會討論 那些女生要討論什麼 他們真的想說 一獨特的看法 這些是不理不服的 那些不是獨特的 那些叫做有問題的老寶 不是 野奇那種契叫做什麼呢 他任何時候 他都想找一些少女漫畫的 一些題材 可以讓他去畫成漫畫 我想他比較喜歡觀察周圍 但是他做這些東西出來 又會令到左瘡 有少少誤會 不是 全都誤會 這套也是這套東西成功的 其中一個地方 就是說 他其實很多就是 所謂的誤會 巧合 那些其實是很典型 大家會看到少女漫畫 會用的情節 但是你看下去之後 其實因為很多人 都不太接受到少女漫畫 那一套的 很利的 對 好像I am所說 很利的東西 但是你放在這個故事裡 再用一些 南角去包裝這件事 以及他們各自有不同的性格 你會覺得 其實原本是一個 可能說 很羅曼泰克的橋段 你在他們手上 你不會覺得這件是羅曼泰克的事 你會覺得是一件 瘋子 對 就好像 他就說 根本是瘋子 而你看下去 其實 我是當它是一套少年的動畫 或是一套搞笑片去看 你反而就是 很多東西都容易入口了 但是其實 你如果有看過少女漫畫 你又會覺得 這件事根本不是指著那類的情節 是的 其實說真的 少女漫畫 其實就不真實 只是說一句 他想帶這一點出來 當然 以一個搞笑方式來包裝 這個是挺高明 難怪他那邊14年 可以賣到100萬部 這個漫畫 當然 其實現在一季 他做完這一季 其實基本上 他已經追到漫畫最新進度 已經是差一兩枚 那其實你說要等 這個第二季的話 我相信都要去到這個 一兩年 我想都要 至少夏年年尾 只能夠是 不要緊 動畫工房大把二季 鑽鑽表裏 都很多 不用怕他 最重要 我覺得他最成功 另外最成功就是 那對死於眼 我覺得最成功是星優 是的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最初可能錄到那個幾天是誰 然後後來看到 中月麻煙 猜不到 小小猜不到 我是猜不到 可以這樣說 這套東西裡面 就是近年 近年 我經常都說一句 星優厲害 這套東西就插水了 但這套行有地 星優陣容強大之後 但真的很好看 不要緊 沒有美如貴 你不同 現在星優厲害 所以他拿星優來賣點 這套不一樣 他當時做之前賣的PV 是不會算是星優誰 只能夠問問問問 他不用星優來賣點 所以沒問題 當然也是歸功於原作的故事點子的紮實 其實這方面 而動畫那邊其實是有很大的加成 就是他真的把 因為我之後有看漫畫 其實漫畫有一點我不喜歡 因為漫畫 其實他頭三格 都很四格漫畫 但是他第四格 他會爆很多資料 做了一個鳥笑的後果 其實你會覺得他第四格太多了 因為他那個是環島來的 就是一頁子 然後四個長方形是搭著 好像三文字一樣搭著 所以其實他是偏長的 所以你會發覺第四格 可能左右兩面都有指 所以你看到那個次序 或者那個笑 你要自己習慣 但是反過來 他動畫做了 你的空間會大 其實某程度上 他可以做到五格 但是他四格就局限了 給我說 所以你說這一套 其實我幾強力 大家如果真的聽眾沒有看過 我真的幾強力 在今季裏面 你真的輕鬆想笑一下 這套是完全滿足到 大家的各種的需要 我覺得其實 無論你對聲優也好 你對作畫也好 或者是你對故事的一些情節 其實各方面他都照顧得到 其實這套東西 所以其實我真的 我強力推介大家 就是真的沒看過 真的 沒有看過 我覺得這個是本季最好看的 非戰鬥是沒有戰鬥元素 我敗陣了 我投降 現在 無條件投降 那套東西就算了吧 大家如果真的沒看的 就記得去找方法去看一看 看一下漫畫都OK的 其實這套東西都值得收藏 其實這套東西 對了 我們這一套到這裏 我們去下一套